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女儿雅静被老公带到店里了,想着女儿喜欢吃螃蟹,打算做个香辣蟹吃,不过辣椒还是要少放点,毕竟孩子还小。 袁荣带雅静回家,就看见饭菜已经上桌了,就等着他们回来了。 吃饭的时候,雅静一脸的开心,虽然辣得稀溜稀溜的,可还是舍不得放下手里的螃蟹,看得齐韵很好笑。 饭后,齐韵给女儿换衣服,袁荣洗锅刷碗,打算等下去小公园玩。 正在这时,袁荣的电话响了,她一看是妈妈,看了一眼齐韵后,还是接通了视频。 妈妈笑着说,小荣啊,你们吃饭了吗?雅静有没有想奶奶? 雅静只是看了一眼手机里的奶奶,没有说话。 袁荣稍微有点尴尬,妈妈不喜欢女孩子,女儿出生后就被妈妈嫌弃,现在又问有没有想她,女儿会回答才叫怪了。 袁荣只能笑着说,妈,我们刚吃过饭,打算去小公园,让雅静玩一会儿,你干什么呢? 妈妈说,哦,我把家里的鸡,羊,还有那头大肥猪都卖了,打算明天去你家,帮你照顾孩子。 袁荣完全没想到,一时间也有点愣住了。 她说,妈,你什么时候决定的,怎么也没和我说过。 妈妈说,哎呀,这有什么好说的,你是我儿子,我帮你照顾孩子,还不是应该的,我已经想好了,你每月给我五千块就行。 袁荣有点无语了,雅静都六岁多了,下学期开学,就是小学生,哪里还需要妈妈来照顾,还每月要五千块,妈妈到底想什么呢? 这时,妈妈又说,小荣,你让你媳妇给我收拾一个房间,我明天晚上就到了,我提前给你说呀,我可不和雅静住一个房间,我岁数大了,稍微吵一下就睡不着。 袁荣有点无奈地说,妈,我家这房子只有两个卧室,你不想和雅静一块住,那雅静住哪儿? 妈妈大声说,不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,你们家客厅那么大,随便哪个地方,放张小床,不就行了? 袁荣还没有说话,妈妈已经急忙说,小荣,你赶紧安排好啊,我明天就来了,我现在还要去处理一下其他事,先挂了。 电话已经挂了,袁荣有点头疼,她小心地看了一眼齐韵,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看齐韵不说话,她只能无奈地开口说,孕孕,要不先让我妈来家里,住一段时间,你知道她在村里忙习惯了,在楼房肯定住不习惯。 也许过几天她自己就走了,齐韵面无表情地说,孩子小的时候,想着让你妈帮着照顾一下,当时都答应给她每月三千元,可她嫌弃雅静是女孩子,更是不想我上班,说什么都不同意。 现在,雅静都要上学了,根本不需要照顾,她又想来家里了,还要每月给她五千块,可真敢想啊。 说完,齐韵笑了一下说,袁荣,其实你妈是来家里养老的吧,养老还要五千块工资,厉害啊。 袁荣被齐韵这么一说,感觉很尴尬,虽然她也觉得妈妈有点过分,可那毕竟是她妈呀,她作为儿子,怎么能嘲笑呢? 她只能说,孕孕,我知道妈可能有点夸张,不过那五千块,她可能就是个玩笑,再说她今年也快六十岁了,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,现在来养老,也没什么不对吧? 齐韵点了点头说,嗯,你说得对,那你就给你妈好好养老吧,我带着女儿先去我娘家了。 袁荣就没问,韵韵,你什么意思?你是要回去住几天,还是? 齐韵平静地说,袁荣,如果你决定,你妈妈以后要和我们住一起,那我们就离婚吧。 袁荣没想到会这样,她不敢置信地瞪着她说,韵韵,我们结婚都七年了,你竟然这么轻易就说离婚。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? 齐韵说,袁荣,是啊,我和你结婚七年,可是这些年,你妈怎么对我的,怎么对雅静的? 你也很清楚,现在你想让我和她一起住,那我只能告诉你,不可能。 说完,她开始收拾东西,打算明天请年假,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 雅静算是远嫁,她家在另一个省的一个小城,爸妈都是小学老师,已经退休了。 她这次回去后,正好可以看看家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工作,如果真的要离婚,她都不打算再来这个小城市了,带着女儿和爸妈一起生活。 袁荣还是有点生气的,她觉得齐韵太过分了,女儿都六岁了,过去了这么多年,当年那点事,怎么就过不去了,到如今还要斤斤计较呢? 妈妈是做得不好,可是她是长辈,如今都过去了,一家人好好过日子,不行吗? 她想着自己现在赚的钱比齐韵多,妈妈就算来家里养老,花的也是她挣的钱,齐韵凭什么就这么不乐意呢? 袁荣也不想去哄齐韵了,她觉得妈妈有时候说得也没错,女人就是有些矫情,特别是对她好的时候,就找不到北了。 在这种想法下,袁荣也没理齐韵,由着她收拾东西,她觉得就算回娘家,她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,毕竟她知道,齐韵一直很在乎这个家,很在乎她这份工作。 第二天齐韵上班后,开始请年假,顺便把近期的工作交接一下,她已经买好了晚上七点的票,下班后带女儿可以回家了。 齐韵心里很激动,可以看见爸妈,她想想,就忍不住要笑,已经好久没回家了,爸妈肯定也很开心吧。 齐韵带孩子出站,爸妈已经在出站口等着,看见她和雅静,爸爸大声喊着,她看见爸妈的身影,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 等她牵着女儿走到爸妈面前,爸爸弯腰抱起雅静,她抱住妈妈,把头贴在妈妈肩膀上时,齐韵觉得很安心,很温暖,她的眼泪不停地流。 妈妈也哭了,拍着齐韵的背说,不哭,不哭啊,孩子看着呢,没事,不管发生什么,都有妈妈呢。 等齐韵平静下来,一家人开车回家,进门后,妈妈让齐韵带雅静去洗澡,她给他们娘俩准备吃的,其实齐韵也不饿,可是想着妈妈做的味道,而且这是妈妈的心意,她开心地接受了。 等她和雅静擦干头发出来,妈妈已经煮好了馄饨,还有一盘卤牛肉,一盘猪耳朵,一盘炒青菜。 妈妈说,快吃吧,给你做的牛肉芹菜馅,鸡汤做底,你从小就最喜欢的。 齐韵很高兴,是的,桌子上的馄饨和几个菜,都是她最爱吃的,而这就是家的味道吧,让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家的味道。 女儿已经开始吃了,咬了一口馄饨后,喊着,妈妈,快吃,快吃,外婆做的太好吃了。 说着她还给齐韵加了一块牛肉说,妈妈,妈妈,肉肉也好吃。 齐韵也低头吃了起来,眼里却又涌上了泪,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一回家怎么感觉自己都变脆弱了呢? 就算和袁蓉吵架,她都没有哭呢。 吃完饭已经很晚了,妈妈说,孕孕,你和孩子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,都累了,赶紧去休息吧,你看孩子都累坏了。 齐韵带着女儿睡在自己的房间时,特别安心,一切都是自己熟悉的味道,真好。 袁蓉也接来了她妈妈,进门后,妈妈大声说,哎呀,饿死我了,有没有做饭呢? 最好是有肉,我可要吃好点,平时吃得太差了,身体都不好了。 袁蓉把东西放下说,妈,你洗个脸,我们去外边吃吧。 门口有家店,做的猪蹄排骨特别好吃,你肯定会喜欢的。 妈妈看着她说,小荣,我知道你现在挣得不少,可也不能这么浪费啊,我在家一天舍不得吃一个鸡蛋,你们倒好,在家里大吃大喝的。 袁蓉说,妈,齐韵带着雅靖去娘家了,家里就我们两个人,我也不怎么会做饭,还是去外面吃吧。 妈妈这才很不乐意地去洗脸了,同时还在喊着,小荣,你媳妇是不是不乐意我来,才带着雅靖去娘家了。 袁蓉说,没有,妈,你别乱想了,她本来很早就决定了,家都提前请好的,哪里是因为你要来啊? 妈妈说,哼,你少骗我,我还不知道她,一直怪我没伺候好她做月子呢,也不想想自己,不就是生了个丫头骗子,还矫情地要我伺候,真是不要脸。 袁蓉皱梅说,妈,你就少说点吧,当初让你来照顾她做月子,你倒好,整天在楼底下打麻将,她月子都没有做好。 妈妈说,哼,有什么没做好的,我当初生了你后,还要去地里干活呢,还不是好好的? 不就是做个饭,带个孩子,她又不是贪了,想吃什么,自己动手,不就行了。 袁蓉真的有些心累,她埋怨其运忘不了这些事,可如今别说其运了,就是妈妈还在那津津乐道呢。 等他们坐在店里,她要了猪蹄排骨干锅,再要了几个小菜,和妈妈慢慢吃着。 妈妈笑着说,哎呀,这猪蹄可真好吃,软软糯糯的,入口即化。 小蓉啊,你们的日子过得真好,就是可怜了我呀。 袁蓉没有说话,自己吃着饭,想着奇运和女儿应该到了吧。 妈妈又说,小蓉,我觉得你对你媳妇太好了,她也不想想,自己是远嫁,在这里只能依靠你,还每天赚得二五八万一样,看着就生气,我告诉你,以后啊,你挣的钱都给我,我给你存起来,家里花的钱都用她的,再让她每月给我五千块,我也想好好享受一下。 袁蓉皱眉说,妈,你就消停点吧,既然来家里了,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,不要再折腾了。 妈妈说,小蓉,你怎么说话呢?我这么做,还不是为了你,这个女人那么狡猾,肯定把你的钱都贪了,到时候你后悔都晚了。 袁蓉和妈妈回到家,妈妈还在要这样奶的,这让她心里也有点烦,可这是她妈,那么辛苦养大了她,她只能忍耐。 袁蓉带着爸妈还有女儿,好好玩了几天,几个人开车直接去周边旅游,晚上住在民宿,吃美食,看美景,一家人别提多开心了。 等他们回家后,爸妈带着雅静去外边玩,袁蓉打开电脑找工作,她已经知道了,婆婆还是来了,听说老家的老房子和地都出租了,看来是不会回去了,那她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 正在她一个个递简历的时候,爸妈回来了,妈妈给她切了一小碗水果说,先吃水果,慢慢找,别着急。 爸爸突然说,祁运,你今年也才三十二岁,还可以考老师啊,我觉得当老师虽然也辛苦,可是有假期,工资福利都挺好,还稳定,比一般的工作强多了。 妈妈正了正了后,笑着说,哎呀,你看看,我这脑子,怎么就没想到呢? 运运,你爸说得对,考老师吧,孩子有我们呢?你别找工作了,专心在家备考。 祁运有点犹豫,毕竟他觉得自己都这个岁数了,如果没有收入,觉得很不适应。 可是,他也觉得爸妈说得对,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,爸妈都是小学老师,他本来就是在校园长大的,到现在似乎还能听到孩子们快乐地奔跑着的声音。 爸爸说,放心吧,运运,我和你妈有退休金,两个人加起来有一万两千多,足够我们几个人生活了。 祁运笑了笑说,爸,我手里也有钱啊,我工作这么多年,难道还没有一点存款啊?你们也太小看我了。 决定好后,祁运也不再犹豫,他可都三十二岁了,必须抓紧时间,他已经在网上买了书,并打算在网上找个好点的培训班,既然定了目标,那肯定要全方位努力的。 第二天,他直接给公司打了电话,提出了辞职,部长也是个女性,知道他婚姻发生了变故,也没有为难他,直接同意了他的申请。 圆融本来想着,祁运该回来了,毕竟他也只有十五天年假,就算再多续几天,也不会超过二十一天,可是祁运一直没来电话,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接他,他觉得祁运真是太小气了,回家后都不怎么和他联系,怎么这么不懂事呢? 可圆融也没办法,只能给祁运打电话,圆融故意冷冷地问,祁运,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? 你的工作不要了吗? 我告诉你,你不工作,可别想着我养你。 祁运说,圆融,离婚吧,我不打算回来了,反正你和你妈一直不喜欢女儿,雅静跟着我。 圆融真的要被气死了,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,这么矫情呢?不就是妈妈来了吗? 至于这么不依不饶吗? 她本来还觉得当年妈妈确实有些过分,可看祁运现在的样子,她反而觉得妈妈说得对,她还是对祁运太好了。 虽然当年,祁运和她结婚的时候,她什么都没有,她也很感谢祁运,可现在她一个月挣两万,有时候三万,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,祁运就应该知足。 圆融咬着牙说,祁运,你说真的? 离婚可不是小事,你最好想清楚,雅静才六岁,你真的要让她在一个离异家庭长大。 祁运听着客厅里哈哈大笑的女儿,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,婆婆不喜欢女儿,连带着圆融也不怎么喜欢,虽然圆融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,可是,对一个孩子来说,那种爸爸给的,完全的爱,却是没有的。 雅静几乎一直是祁运一个人照顾的,陪伴的,虽然平时下午是圆融去接的孩子,可那又怎么样呢? 他可以接,可以短时间待,就是不用心罢了。 所以,在雅静跟着圆融的时候,孩子时不时受点小伤,有一次还差点被人抱走了。 那次,祁运和圆融大吵了一架,差点离婚,可是孩子还小,在圆融保证不会有下次的情况下, 祁运妥协了,其实当时坚持离婚回家,雅静会不会更快乐呢? 祁运有点走神了,等他回过神,淡淡地说, 圆融,你不是和你妈一样,一直想要儿子吗? 现在我给你机会,离婚后,你想生几个儿子都随你。 这时候,祁运听到婆婆在那边喊道, 李,你怕什么?你现在有房子有钱,找一个年轻点的,直接在家里伺候我们,生几个孩子,不比和这女人过日子好很多呀。 祁运忍不住笑了,这想法真挺好的,不过也许也能实现吧,可这和她没关系,她不想和他们再折腾,然后疲惫地被消耗,直到她无力反抗。 祁运笑着说,圆融,你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?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,你值得有更好的人生,我成全你,离婚。 祁运又说道,房子是婚后买的,我们一人一半,你看是卖了分钱,还是你直接补我一半? 但至于家里的存款,也没多少钱,各自拿自己手里的吧。 圆融知道,祁运已经下定了决心,她还是忍不住说, 祁运,如果我把我妈送走,或者给她在附近租个房子,你还要离婚吗? 祁运也愣了一下,可是她随即想起和婆婆一起的日子,忍不住抖了一下,还是算了吧,她觉得自己真不是婆婆的对手,还是各自安好,才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。 她认真的说,圆融,算了吧,就像你说的,你妈老了,她需要你的时间越来越多,可是她太有战斗力了,我不想在家里还要那么累,你就当我太小气吧。 圆融看着妈妈坐在沙发上,妈妈在大声谩骂,那些话她听了都皱眉,更别说是祁运了。 看来,祁运也是认真思考过了,圆融也无奈了,祁运说得没错,圆融和妈妈真的不喜欢女儿,和她一起长大的几个好兄弟,生的都是儿子。 有好几个二胎也是儿子,可就她是个女儿,祁运还不愿意生二胎, 这让她回老家时,特别觉得没面子。 可是就算这样,她也自始至终认为,她对女儿挺好的,她又不打孩子,还给她买吃的,还不够吗? 如今想着离婚,她心里又有一点点期待,虽然她三十四岁了,可是也比年轻时有优势, 那时候她什么都没有,店刚开,还没什么顾客,只能勉强糊口。 可现在不一样,店里生意稳定,还有越来越好的趋势,有房子有车子,长得也行。 她觉得,现在的她才是最招人喜欢的时候。 可是,祁运就不一样了,三十二岁的女人,脸上都有了皱纹,而且因为操心孩子,整个人神神叨叨的, 她觉得,祁运提出离婚是不明智的,难道她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? 这女人真是太傻,太天真了。 袁荣觉得自己离婚了,肯定能很快再找一个,然后生个儿子,等回老家和兄弟相聚的时候,媳妇是最年轻的,儿子也有了,肯定会被那帮人羡慕死。 而祁运离婚后,带着一个孩子,肯定没人愿意和她结婚,她就一个人过吧。 想到这儿,袁荣笑了说,好,那就按你说的,我们离婚,房子归我,我给你补差价。 祁运点了点头说,好,那你尽快准备好钱,抚养费你一个月给两千吧。 袁荣知道这个抚养费已经算很少了,她也没有多说。 这套房子现在差不多值一百二十万,她要给祁运六十万,这让她心里有些不爽。 最后,袁荣只给了祁运五十五万,然后两人很快离婚了,祁运当天就离开了这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城市,回到了自己的家乡,开始新的生活。 女儿已经在家附近的重点小学上学了,有爸妈接送,都不需要她做什么。 祁运每天只是在疯狂地学习,离最近的考试时间只剩下三个月了。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十二点睡觉,除了吃饭,就是学习。 她很专注,特别专注,在她看来,只有考上这次的老师编制,她才能有能力养活女儿,孝顺父母。 妈妈看她太辛苦了,每天想方设法给她做好吃的,晚上还给她做宵夜,女儿更是抱着她,亲着她说,妈妈,妈妈,加油。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紧张备战,祁运终于考试结束了,当天晚上吃了饭,她早早就睡觉了,这段时间真是太累了,女儿什么时候在她身边睡下的,她都不知道。 结果出来的时候,祁运很开心,这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,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中学,当了一名语文老师,她本来就是中文系毕业的,如今算是回归正轨了吧。 晚上一家人出去吃大餐,庆祝她考编成功,祁运看着身边更加开朗的女儿,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。 她有时候也会想起原来的生活,也许也有幸福的时候吧,可是此时已经离她很远了,那就放下过去,带着孩子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加油。